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几个星期啊 我们都不断在谈在这个行为的层面 不光是在理解领悟上面 我非常有把握我们这里啊 跟我们这样接触 许多朋友嘛 几个月几年 有些朋友十年以上 甚至更久都有 在国外几十年都有 我非常有把握就是在这个理解的层面 在理论的层面已经非常成熟 甚至可能都有这种见到的 睁了一眼 眨了一眼 看到 看到这发生 看到这个自己的本性都可能 那接下来就像上礼拜 我们也在提 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要 还是要回到这人间呢 还是要面对这生命 那你记得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这个welcome forward的观念 不是欢迎回到什么 是欢迎 欢迎我们往前走 欢迎到未来 欢迎到下个瞬间 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你懂了再多 讲了没办法带回到这个生活当中 其实你懂得还是不够透彻 那你看我们跟前面也提到 就是说 样样都不是personal 都不是好像倾向哪一个人 个人的 也不是宇宙特别想约待我们 或是想疼我们 倾向我们 其实最多就是一个最小 最少阻力的这种路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就是中道也是这样子 这个关系 跟我们这样子最少阻力的路径 有什么直接的这个联解 我可能将来 再打开 看有没有机会再用说啊 或是用这样podcast打开 它最多只是一种能量的交流 那这个能量从宇宙一个无限大的一种绝对的层面 到我们个人 到有限的层面 当然你的路径越 越没有带来阻力 你越空 越透明化 那当然它扫描过去的 它流过去的 流通的 过去也跟的越顺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反而就是这个重点 都在着手 在自己 嗯 在自己着手 但是讲到这里 你记得两个礼拜前 也我特别提醒 那也可以说 反过来可以说 嗯 宇宙 嗯 宇宙 其实 从某一个程度也是可以说 倾向你啊 因为 你不是它一步 我过去也说 那宇宙它十步 那这个 你说有没有矛盾 你就说我们自己把这个身心已经差不多了 净化差不多了 透明化差不多了 把它变空了 空的容器已经差不多了 那宇宙的爱 宇宙的真实的光 它会来 来照明 来 会来 扫描过去 会来 流通过去的 这不用担心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 你也可以讲 宇宙 爱我们 爱你啊 你我啊 都来不及了 这个观念 其实 我相信你听到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矛盾 一方面是在自己身上着手 另外一方面是说 假如你着手 把自己进化 宇宙它的这个绝对的力量 占着一个绝对的地位 一个绝对的场的力量 远远比我们个人的这个小我所带来的阻碍更大 所以它还是会一方面 你把这个 这个路径的阻力啊 就我们所带来的阅历啊 阅障 一些看法的阻碍啊 把它摆开 把它 看可不可以消失掉 首先 把这个路径的阻力把它 阻碍把它降下来 从那个角度 你就是轻的 没有完全轻掉 轻一部分 它还是会扫描过去 因为这个 这个力量太大 太大 我们其实就是 好像这个宇宙非要叫我们醒过来不可 为什么佛陀当时说 到最后连一朵花 也就是我们看的植物 连一朵花 草啊 任何众生 非众生 到最后都会 都会成佛 是这个道理 不可能不成佛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们的佛性 那跟前面 记得我们也在谈 这个 成熟 成熟度 不同的成熟度 每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 Pilgrim 这一生 这个超生 往这方面走 再进行 那怎么去看 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衡量 个人的成熟度 你记得 我说 其实就是用 用成福来看 你成福到多少 成福 成福到底 其实成熟也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 这几个礼拜 我们都在谈 这个 已经陆续进了一种 一种食物的层面 一种 我们在生活 生活的层面 来看 来衡量 我们个人的领悟的成就 这是跟今天 你所问的这个问题 是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呢 站到这个世界 对于人的相处 对于人的 跟别人的互动 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学习 甚至可以说是不断的可以学习 像我个人就认为 在这方面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要反省 不断的要探讨自己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更好 在更对别人 有没有无形当中伤到别人 有意或是无意 刻意或是不小心 伤到别人 其实走到最后都还是一样嘛 尽量伤到别人 我们还是有地方可以改进 可以表达的更更温柔 更周到 更深的智慧 这样子可能就不会去伤到别人嘛 记得前面 我也在不断提醒 就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首先提醒自己三个问题 三个简单 但是又是大的问题 Is it true? 我想讲的 我想的 对别人判断的是真的吗? 不一定哦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可能不是真的 一切都是个大幻想 对不对 我们造出来的幻想 我们在这个人的处境当中产生的幻想 那接下来 假如它还是真的 那是友善的吗? Is it kind? 对别人是很有礼貌 温和 是对别人有帮助 是温柔的吗? 那假如这回答还是yes 又过了这一关 那 是必须要的吗? Is it necessary? 我想讲的 我想表达的 我想提供我个人的看法 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是需要的吗? 是对别人有帮助的? 在这种所面对的这种处境 眼前的处境 眼前的事情 碰到人 在处理上是对对方有帮助吗? 对这个状况有帮助吗? 这可能 首先我们用这个三个问题来扫描 也就 可能就踩了一个刹车 那这些话 其实跟你现在所问的这个问题 都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 一切是点倒的 我常讲说 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是个mad world 疯狂的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业力组合的 因为这个业力帮我们限制在这个3D 在一个有限的层面 一个有限的世界 有限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框架内 样样好像都有道理 但是只要你意识膨胀 扩大 你跳出来 从这个框架跳出来 其实你发现是 都是点倒的 没有一样东西 真正有什么道理 讲这道理是人的 人的这个 透过自己的限制 局限嘛 我们在这个局限的一个范围 有有限的这个聪明 有限的这个能力 有限的智慧 有限的聪明 嗯 其实我们所看的 跟你站的一个整体看的是 几乎是两回事 甚至个人是颠倒的 所以首先我们是在一个 可以讲说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一个疯狂的世界 在生存 在互动 假如一个人赤赤底底懂了这些 你说他需要情趣化吗 需要想去伤害别人 会想去用不老实的行为 讲不真实的一些话 会想去攻击别人 会想去伤害别人 或是伤害一个组织 会这么想这么做吗 还不要讲到我们在讲 像波罗蜜 通过他的理想 所造出来他所累积的经验 所把它归纳 我们这里啊社会的原则 人跟人那些 一些互动 我们认为是该符合的一些看法 一些典范 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虚的 还是是一切是非常勉强 是颠倒的 在那整体是颠倒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彻彻底底看穿这一点 你可能会对别人 有这种种种的反弹 有这情绪上啊 有这个不理性啊 或是可用一些各式各样的讽刺的话 那种不礼貌的话 带给人有种种的这种伤害 这我相信答案也是非常非常清楚 是不至于吧 所以你看啊讲来讲去 一个人就自然自然会 会想什么 会想包容平等心 把样样看的都一样 人还不是人跟人中间的 嗯 这种平等心可以随时活出来 人跟事情 人跟东西 东西跟东西中间当中 或是事情跟事情的中间 看的一片都是平等心 都是一样的 All the same It's all the same 嗯 就像 阿难的马亦 我记得我在这个 就没有记住在威斯 他们说 大圣人说 这样的 你知道我这些 一切都一样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我小时候 刚出生 是个小孩子 小婴儿 小孩子 小女孩子 他在讲话嘛 嗯 一样样 都都一样的 嗯 到我懂事了 长大 家里面想叫我出家 一切都一样的 那我成人 年纪大了 做种种的服务 其实对我还是一样的 直到今天 我今天跟你互动啊 在讲话啊 在办事啊 都还是一样 讲来讲去 一切都一样 没有什么东西不一样 嗯 这是阿难的马亦 当时怎么说 他当然他也是活出这些话 不光是 人跟人中间是一样的 人跟东西 人跟事 嗯 都一样的 这后面这一点 嗯 人跟人中间 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懂 但是你换一个对象 人 跟东西 或是人 跟事情 都一样的 这个是 可能是我们最难懂的 或是 话 讲回来 就是我们说人是 嗯 现象组合的嘛 用觉察 用想 感受啊 这样组合的 那这样突然讲说 就觉察什么 我们不管用六个感官 看到什么 体会到什么 闻到什么 听到什么 跟念头 全部是一样的 而不光如此 跟感受 这些都一样的 你的这个 六个感官 所给予我们的 资讯 给洞察到一切 跟我们身体内 一个感受 一个愤怒啊 嫉妒啊 不舒服啊 诶 或是反过来是喜欢啊 爱什么 想要什么 想 嗯 对什么东西造谜 到 到 全部 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一个感受 跟个念头 跟个现象 跟一个我们可以 觉察到的 全部是 是一样的 那你说 这怎么解释 对不对 这就是要每一个人 要好好的利用 尤其啊 这个周末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嘛 给大家可以再休息 去探讨一下 在这方面反省一下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角度想通了 这可以影响到 还不是光这一年咯 接下来的一年 你怎么做事 怎么在进行 怎么在面对你的这个命运 你个人的命运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啊 所碰到的事情 碰到的人 碰到的状况 它不光影响到这一年 可能接下来这一辈子都影响到 而这是最难的 最难可以理解的 像我跟大家也分享过 过去接触过 非常多老师 那每个地方我都想停留一段时间 有些会停留久一点 有些短一点 都在观察什么 观察 在欣赏 这位老师所带来的方便法门 他的expedient means 方便的方法 来面对自己啊 面对生活啊 面对周边的这个地质啊 或是周边的朋友 这是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已经把这一身呢 他的领悟可以浓缩 浓缩 可以把它压缩到行为 眼前每一天 总早到晚的行为 从我个人的看法 当时我记得年轻手机家认为 比讲课啊 比什么分享啊 开设等等啊 都更重要 从这方面 加一个人注意啊 可以理解一切 他在哪一个 哪一个阶段 或是在哪一个成就 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那从这种经过 我也发现就是 有时候理论是理论 懂是懂 甚至可能可以写书啊 可以演讲 开始等啊 但是 从真正做人 面对这个世界 好像是两个接不起来 真是 真是 好多啊 好多是 他情趣化非常重 就是这反弹 对事情 对别人 对周边 非常严重 那我们常讲说 这个一个人 总是还是把这波罗蜜 要守住 要忠厚嘛 要大方以外 还要有最高的风度 每一个动作优雅优美 友善的地方 帮大家解释 你头脑要非常简化 没有什么贪 层次还可以沾边的 有什么东西他可以想要的 其实最根本的这些道理 那我们可能 要问自己 可能做到吗 我认为这难度 是非常非常大 尤其从我个人 当时你就是好像 我从我个人的朝圣 从我个人的pilgrimage 跟大家一样嘛 也是个朝圣者嘛 我每个人都是个朝圣者 都是个pilgrim 到处去干 到处去结束 发现这是非常难 因为这个理论 懂了有时候 他没办法跟这个世界接轨 接起来 所以就会造出非常多的冲突 那冲突当然多少 这是难免的 从冲突我们也不能去衡量 一个人的成就 但是角度从点点滴滴 都是冲突 带给周边 都是心里不舒服 或是别人要注意 别人要担心 我常讲说就是有时候 碰到一个 不管是老师也好 或是一个人他不稳定 情绪上不稳定 好像周边人就像在一个鸡蛋壳 上面在走路一样的 随时会破掉 会爆发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 值得值得学习的 也因为如此 我过去会讲说 还不如做一个好人吗 做一个傻人 做一个大傻人 大好人 比你要追求 要做一个圣人更重要 首先做一个好人吗 你做个好人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我首先把这些观念先带出来 跟大家讲这分享 最直接最诚恳的 用最诚恳的方法分享 那同时我也自己做个反省 做一个提醒了 因为在我平常要面对工作 在工作的环境 在这场面面对非常多的朋友 那尤其华人 在西方还比较单纯 他没有受到 种种的这个灵性的一些 一些领域 一些spiritual discipline 受到影响 当然 有许多朋友是new age 新的这种时代的这种影响 有些是宗教 但是这方面还不算比较直接 一般人的这种行为 想表达想讲什么 非常直接 像我发现就是我周边嘛 最近我想也跟大家有表达过 就是有时候出差就会 嗯 不知不觉就会碰到好多好多朋友 东方人西方人东方人当然都会打招呼 他们从这过去的一些作品啊 等啊 都会认得好像从 像美国东岸西岸到处都一样 连加拿大欧洲都一样 那西方人也 因为好像就是一种公正 也会就是看你的表达 他会好奇 会想问 东岸西岸 那从他们的问题 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属性 民族的属性也是 还是不同 西方还是比较直接 问的就是 嗯 比较也是有他的深度 那我们华人 其实我认为就是有这个禅的这个背景 有这个佛教啊 有道教啊 有鲁家的这个整个体系是非常非常内行 我我所接触的这个华人我都认为是非常优秀 尤其在亚洲 台湾也好 在香港 东南亚都非常非常这个入门 我想你们也听过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要讲佛教 比如讲维士 什么是阿拉雅巴士 非常非常做到 可以讲课的 也可以跟你辩论的 有时候他 反过来 他对别人 对周边的人 就有相当多的这个 可以讲说摩擦力 甚至有些朋友 我还会劝他 你你首先你还不要说做一个好人 你讲实话吗 你看可不可以把这个 还不要讲说友善的 你就是符合根据嘛 我们不需要在这上面做个扭曲 完全往一个个人的这种层面去把它扭曲 把他把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 对周边呢 对别人不客气啊 甚至讲的 不是真真实的话 就像前面一时去 嗯 我说过不了这关 那这就是我认为啊 就是非常可惜 就说在理论上 可能我们都懂了 尤其是维士 维士他 大家认为维士 或是波尔论 Advaita Vedanta 对不对 就是波尔论 在印度的这个 现在很热门 热门了 就感觉在理论上懂了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一个人就见到 他有这个资格辩论等 但是 嗯 无心当中就忘记 其实 你的行为要跟得上来啊 透过你的行为 才真的可以表达 你的这个领悟多少 理解多少 所以在这个角度 我 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们 碰到好事 其实也 对谁是好事 对不对 碰到坏事 不好事 是对谁是坏事 那 对很多人 朋友啊 会来啊 在这个过程 我看到很多朋友 会很贴近啊 会 很亲密啊 会有各式各样方法表达 你记得我过去跟你 打招呼 我说 一样一样都平等 再怎么好 也就是如此嘛 还是对他平等 再怎么不好 甚至有些朋友他 忙他个人的 可能讲话 稍微不礼貌 或是 没有 表达这个 重视 或者是有什么 我们认为 可能认为是尊敬 你记得我也跟你这么说 It's ok 一切都一样的 你对他还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平等啊 一样好啊 不是一样的不好啊 那这样子 试着用这种方法互动 试试看 可能就是把好多企业就化掉了 那当然假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当中 他可能对别人伤害非常大 非常不理性 而且就是 把样子都往不好的地方想 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也应该跟这位朋友啊 讲实话 跟他表达 讲说这种行为 劝他要改 要修正 那假如真的没办法修正 一样的啊 也可能要处理啊 对不对 这跟任何伴侣有什么不一样 你试着改善 而且首先 从自己改善改进 试到最后 没办法 行不通了 那你也可以做决定啊 你也可以分开啊 离开啊 你也可以 找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啊 你也可以到别的地方 继续做你的这个 操身了 我想这都可人啊 但首先 从自己左手 不是从别人左手 这样子画一个人啊 你记得我过去讲 有一个深度 有广度 嗯 就是 假如我们从上往下 就是 垂直 还一个洞 在这vertical上面 它的洞 特别深 就是这个领悟的层面 理解层面 但是要从旁边啊 从广度啊 水平的层面啊 也要照顾 那这样的话 这个领悟才慢慢 才真正的打开 它不是光是理解的深度 我们在 各样都是理论 可以跟别人辩论 但是在 做人 24期 做不到 我说 这是 这是我们值得 做提醒的 呃 这个也 也可以放过自己嘛 就透过我们这里 要再做这种 可以说这种 我们这里的团圆 我们这种 从聚嘛 嗯 大家这个 相见这样子啊 我们每个礼拜六也好 多大的活动 也是互相在提醒啊 互相在提醒 互相在提醒 嗯 有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 做不到 It's okay too 也不用 因为这样子去责备自己嘛 你 回到下个瞬间呢 你就讲 Welcome forward Welcome forward 下个瞬间再启发 从点点滴滴一个人习惯做事 不需要去面对什么 哪一个层面 倒不重要 从 你起床 到睡觉 最后 最后一个刹那 就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一个人呢 我常这样子讲 就是 一个人从早到晚 就是想 回到真实 回到家 就是这个 一二年 这种渴望 这种 怀念 这种向往 可以 大到一个地步 就说 他已经完全 随时 就是想 回家 那你讲的这个 平等心 也自然 会活出来 自然 会 会浮出来 因为你 讲你不断的 想 跟这个 整体 跟意识 而且这是唯一的一个意思 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ness 只有这个意思 唯一的一个意思 不倾向任何人的意思 跟他合并 跟他合一 化解到他 你随时 这么想 从早到晚 有这种 这种渴望 浮出来 那你试试看 我相信 没有什么 可以挡住你的 甚至连 我们这里在讲的 一个人呢 要对别人 要礼貌 要平等心 用平等心 其实它是自然的 它不是 我们要去 要勉强 或是 把它设计出来的 就它是自然 会浮出来的 像这样子啊 一个人 用这种方法 也可能提醒自己 就是来到这一生 对你个人 什么是最重要 假如最重要的一点 是把真实找到 活出真实 把这个 反映我们的 个人的成就 反映我们的个人的成就 感谢